移民署 南投跟着台中 包括整个专情队 在竹山镇这家合法的鸡肉屠宰厂 破获了业者居然雇用非法 在落跑的外劳 二十多米远景堵住工厂出口 口袋战术团团包围 外劳一见到远景也愣住了 还一度想逃 工厂镇定100坪里头错综复杂 就像民工一样 警方要抓人实在不容易 现后长期人员早就封锁各个通道 让想逃逸的外劳全部束手就擒 在做查查之后 这些外劳都四处逃窜 我们在做出来的动作也非常辛苦 这家位在竹山鸡肉屠宰厂 合法工厂掩护非法外劳 南投还台中警方联合监控 就在这一天出动歹人 可能是雇主他贪图的 这一个外劳的一个便宜 的劳力的便宜 或者是取不到工人 因为查起流感 因为查到非法雇用外劳 幸好先勘查定型 否则像迷工般的场地 抓人就像捉迷藏 一个不小心人就会落跑了 终于周大祥南投采访某道